魏宇 在這部 掩護之後接球 然後對方的夾擊之後 帶給祥君同三分 現在投射力道大 快攻球交給祥君 這是一個有難度的出手 對付方來講是壓力非常大的 從六分落後現在 在追平比數 祥君 今天不能放他的外線 現在這個 大可惜Washburn 很少看了Andy這樣的切入 回過頭了還要防守 曾祥君就有難度了 祥君今天 兩億的如果說到修CALL的話 代表CALL那三分就會有空檔 祥君的底線還是非常沉穩 Washburn沒投進 哇 傑哥 把這籃板球保護下來 竟然沒有人 叫曾祥君啊 哇 又是洪凱傑穿的 對 哇 洪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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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轉一球 祥君的手上 洪凱傑連續的助攻給 笑 洪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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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淪傑 洪凱傑 洪凱傑 之前從妳的拘捏 估到妳的時候 因為 Celt權說話 就有東西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不太投三分球 他就一直覺得我三分球很不準很不準 然後我今天就是投給他看 我就說我是會投 就這樣 其實每次打20行員 我們在籃板上面都是處於落後 今天特別有跟球隊強調 無論如何就是 你起碼在總數上面要比對方多 雖然還是被對方搶了15個進攻籃板 可是我們的確在總數上面是沒有落後的 因為我們在防守籃板上面保護得好 我們就可以發動我們球隊比較擅長的快攻 在進攻上面 所以我們在得分上面才可以到9個4分 其他部分就是壓低對方的防守 因為其實大家有看到第一屆艾爾斯 很火燙的手感 然後到下半場盧俊翔 其實就這兩個點 我們今天是防守段上面 還是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 其他部分我們其實做得還不錯 當然中線包含翔軍的回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最後那一輪的時候 那六場球 不管中線的修兵或者是 失誤太多 我們不讓他上 然後翔軍也是一樣 讓他調整 回來以後不讓他打 然後他們兩個回歸對我們真的幫助非常大 謝謝 他說的是事實 因為在例行賽的最後三場 就是不夠專注 然後打得很差 特別是在工程師的主場那場球 就是有8個失誤 然後就是很開心就是在例行賽 最後的三場比賽不好的結果 然後把他忘掉 然後在季後賽重新開始這樣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